在疫情這段期間 每一條生命都是寶貴的 竭盡所能來挽回寶貴的生命 對每一個生命 我們都要盡更大的桌前 不要讓遺憾的事情發生 新委員會問林爸爸他公文說 兩歲兒子等了81分鐘才等到救護車 最後還是故事 那家屬想要尋求真相 為什麼政府會等這麼久 然後流程出了什麼問題 那市長這邊怎麼看 在疫情這段期間 每一條生命都是寶貴的 竭盡所能來挽回寶貴的生命 對每一個生命 我們都要盡更大的桌前 不要讓遺憾的事情發生